我沒穿內褲你不要往上 不要翻 我怕你會看到溝啊 等一下 來跟大家講一個數字 108年 有做一個統計 平均每個人一個月的開銷是 2萬2千多元 2萬2千多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其實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本身我的物欲非常低 製作單位呢 他們良心發現 他們覺得我最近都是在上山下海 比如走吊橋然後夭壽 是時候讓我享受 但有介於什麼你知道嗎 製作費不夠 我們只能用靠蹭別人 來讓我們今天能享受一下有錢的生活 哥哥我呢 找幾個有錢的朋友 出來拍拍片 應該是合理的吧 應該是可以的吧對不對 今天我們邀請這個朋友呢 其實我們 我對他的一天非常好奇 所以我想要 觀察一下他一天所有的行程 跟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樣子 欸 記者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哥哥哥哥哥哥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奇哥他現在開始有自己的頻道嘛 超能力燒 超能力燒 연奇哥 超不是那個超人的超 是超票超 改了 是差人的X 這創人會被攻擊 我們想要知道說 因為大家對你的一天會很好奇 到底上班的環境是什麼 再來就是上班的內容是什麼 對不對 因為現在你也開始自己做頻道 對 所以我們想要體驗一下你的一天 沒問題喔 他們給我一個任務 就是要猜猜你身上的行頭 這很難喔 大概是多少 價位嗎 飾品包含嗎 每一樣每一樣吧 整個這樣子我很難猜欸 你要從表開始喔 好 這最Hardcore的開始喔 一批了欸 這應該幾百吧 一百 欸準欸 對不對 一百啊 一零五 一零五 對 後面那個單位不是快 一百後面那個單位自己抓 戒指我比較沒研究 但 喔 這個我有研究了 對嗎 這個是我媽送我的禮物 我媽覺得出事會做事的年輕人 她給我一個鼓勵 那希望我在公司上也要好好做 但是行頭還是要用 這樣我們就不猜 因為媽媽的禮物 對我們來說是無價 但你真正的價錢是多少錢 欸兩個加起來33萬 媽 哈哈 我大學畢業出去你跟我講 你送我什麼 一句話 哈哈 好好加油 不是啦 欸她炫復完換我了 我另類的炫復 告訴你這隻 你猜多少 欸我真的不會猜 因為我們最表沒研究 我跟你說 反三贊助 無價 對不對 來褲子 褲子 褲子 褲子喔 看一下 我沒穿內褲你不要往上 不要翻 我怕你會看到溝啊 等一下 怎麼看到了 好走了 我去參觀你的一間 帶你去參觀 走走走走 好 那我現在帶菲爾哥來到我們 折徒的辦公室 喔 蠻特別的 這三個是 我當初在開公司的時候 我爸很支持我 他就覺得 兒子開公司 自己是不是要送一些什麼給我 那他想送的藝術品 我真的都看不懂 所以呢 我就跟我爸講說 可是我知道你的藝術品裡面 有三個是非常年輕的 就是這個Kaos 喔我猜一下多少錢 你猜 他不敢 太直接了吧 我有說錯嗎 那真的是很可愛 對啊 那是有這麼多 哇貴啦 三尊加起來 我等一下會不會被泡喔 不會 我會 我剛剛 剛開始一看到的時候 我講說這三個 一個大概抓一千二 三千六 欸我跟你講喔 一千二真的 他真的有一千二的版本 但是這三尊加起來大概快二十萬 但先不要驚訝 我帶你繼續去參觀公司接下來的東西 這還不要驚訝 這還不是我最喜歡的 這三個二十萬還不夠驚訝 走走走走走 帶你各位去參觀一下 欸這個是你的收藏櫃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喜歡看卡通的人 然後所以我就買了很多公仔 像是GK啊 然後你看迪士尼的也有啊 日本的也有啊 然後最重要的收藏來了 這個 這個 欸 這個沒有必要放那套吧 這個 欸 這個不知道 這個是 這個是 上面有拿簽名 有拿簽名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好 這邊就是我自己本身的 最喜歡的收藏就是 球鞋 COVID-19的大十幾 那我當初在購買的時候沒有那麼貴 那因為在他去年不幸遺事之後 這一套的價錢就漲了上來 這一套現在應該要十幾萬 接近二十萬 蛤 真的假的 這一整套 對沒錯 這邊是 這邊是我們的 簡單的一個拍片室 哇 這還叫簡單啊 這是我最喜歡的庫柏力克熊 庫柯 蛤 庫柏力克熊 對 我覺得這一尊特別 喔 真的嗎 因為你看 這個上面它是 一個藝術家的畫 欸 真的耶 對不對 所以這一尊的價值也是不肥 又不肥 你這邊有什麼是肥的啊 我們這兩尊加起來 我來猜 你來猜 剛剛那多少錢 二十 三個二十 如果照這個邏輯吹 一個大概三十 你說快還是萬 三十萬 沒有那麼貴啦 沒有那麼貴喔 那個只有跟藝術家的一名 這個沒有嗎 這個沒有 這個不算 沒那麼貴喔 沒有那麼貴 五萬 兩尊加起來差不多 喔 兩尊加起來 兩尊加起來差不多五萬多塊 所以我可以摔的東西 哇 會議室 這邊就是我們公司的會議室 那其實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這邊本來是辦公室 就是像是老闆的辦公室 喔 你的辦公室 對 但我的意思是一個 我覺得比較年輕的公司 不需要要自己辦公室 因為我要講什麼 我也要出去 然後跟大家感覺 會有一個距離感 距離感 我就不喜歡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去奮鬥 我之前有跟他聊過 他說他希望的是大家來上班 是開心的 快樂的 或想要來上班的 是快樂的 因為我不想讓大家 例如說有些人說Monday Blue 你禮拜一會很多人 可是我想讓大家禮拜一竟然上班 就是 我很期待 今天能為這間公司做些什麼 做什麼 然後有什麼好玩的東西可以創造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還有要幹嘛嗎 我覺得 時間抓假差不多了 你應該也差不多餓了 我已經要帶你去吃飯了 哇 這麼好啊 怎麼了 難怪打到會胖 所以我們要去拿車對不對 對 沒錯 我們要請司機來接我們 蛤 我們是坐發行車 所以來 對 沒錯 為什麼要換車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跟你坐在後面聊天啊 空間比較大一點比較舒服 所以請一台司機在我們過去 對 我要讓你賓至如歸的感覺 我永遠都記得我去提案案之後 我去回到家 我才知道原來 我爸媽真的對我很好 這樣說實話 你爸媽幫你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們會很開心 對不對 其實他們很感動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提案完回到家 我不好意思當面說 我就私底下傳了一個訊息給我爸媽說 我真的很謝謝你們 是如此支持我 我現在出來外面做事我才知道說 你們到底有多麼的 多疼 愛我跟多麼的疼我 多麼支持你 我覺得支持很重要 他們就很開心 我媽就說這就是我要你去做事的目的 真的 聊一聊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可以繼續 可以開始了 可以吃飯了 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你推薦的地方 沒錯 然後因為我都知道你做菜很好吃 所以就是你知道不能馬乳 所以我就很認真找了我自己的這家口袋 這個湯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因為我們基本上今天一整天都會拍片 所以你知道這個精氣神 一定要補一下 這個湯咬下去的時候這個膠質濃郁感 太濃郁了吧 真的 就主要這樣子的話它的火候很重要 因為你要讓它的油質去乳化 才會產生這種乳白色 所以你光這個燉應該要燉十幾個小時 然後大火 這個真的是要跟你吃才選到 因為基本上我跟以前自己朋友吃的 我們是菜來的就塞進九八了 我不改到大火香我還很中苦 真的假的 而且我還聞到一個鮮味 應該是干貝 欸好喝欸很濃郁欸 它那個厚度跟它的濃郁感 會讓你在口腔裡面黏著在上香裡面 那那個香氣就會因為這樣黏著之後 會慢慢的在口腔裡面回味 來這個真的 魚子燒豆腐 這要搭配麵食 哥 你可不可以先拌開啊 你這樣 你這樣幾 幾萬 你這樣可以看嗎 你知道嗎 以前我有個美國隊友 他之前跟我講過一句話 美國隊友 我以前有個美國隊長 美國隊友 對 這太冷了啦 好我回去去吧 好可以可以 他跟我說 如果我有一天要跟人家去第二會 我一定要吃完再選擇 對對對 因為我吃相太難看了 我剛不然在鏡頭前面露出我那個 真實的吃相 欸我吃完幾口了 你只有吃麵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有吃到醬 我有吃到醬 我有吃到一點豆腐 我先告訴你有新的 你有吃醬的豆腐 不 我跟你講他這個麵很特別 你知道為什麼嗎 有點辣 小狗味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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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這是什麼 番茄喔 有點茄汁 不是 誰看不出來啦 那你自己搞什麼 不是 你在用你的版本跟我講 喔 魚子燒就是他用魚卵去用的 你看那一顆一顆 所以他的口感一定會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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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的耶 天啊 來 喝麻油雞飯 麻油雞飯 麻油雞飯其實第一個部分 你就是要看它的薑 煸得知好 不知道火候哪裡很夠 那他們用的麻油 所以如果說麻油煸得 不管是火候時間掌握不好 它就會帶苦味 我必須說它的米是甜的 對 它咬的時候它的Q勁之外 你會咬越香 那它的麻香味啊 跟它的油脂分布 我覺得好舒服 像你這樣工作啊 這樣你平常是怎麼樣去舒壓的 其實除了平常運動以外 我自己舒壓的方式 我喜歡逛街 去走走 我喜歡到處去走走 去逛逛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從小就很喜歡 就是跟大人去走來走去 所以我很喜歡逛街 今天我們這樣吃完 然後跟著你一天吃完 我跟你說 逛街我為地方找好了 但這個地方非常容易 你一定會喜歡 我一定會喜歡 一定會喜歡 好不好 那我們去看看 趕快吃完 趕快去 來 剛剛我們說 其實說要就是 帶我逛逛 帶你逛逛 然後要有點療癒對不對 因為壓力大 對 抒發一下 對 我帶你來到這邊 其實 除了療癒之外 我覺得更適合我們兩個 真的 為什麼 真的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愛狗人士 對 我們當初會聊起來的共同點 就是狗 這邊是浪浪別哭 這邊是浪浪別哭 它這邊是有點 有點像是說 它這邊都會有一隻小動物 我講可能不太不清楚 我們請我們這邊的店員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歡迎店員 小鬼 那飛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邊 我們這邊就是以浪浪中路 結合咖啡廳 然後現在飛的身上抱的這一隻是 蒙娜 它是昨天才來 剛送羊 昨天才來 它昨天才來 然後他們名字今天才取好了 然後非常的親熱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主要就是結合流浪貓狗 那貓妮狗狗在這邊等人家都是可以被領養的 這邊除了說領養之外 你們是不是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可以 幫助他們的 幫助他們 比如說可以捐零食 還有其他嗎 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主要你來這邊消費的金額 我們會捐三發出去 那我們這邊的捐款單位的話 會有台灣知青跟鄉信動物 這個的話其實就是它是一個網站 然後上面的話你可以點選商品 比如說我們會有一些樣貨店等等的飼料 你們可以進去點選然後購買 那購買了這些商品的話 就可以來幫助我們 前台三間分店的貓咪狗狗的物資 對不對 欸好欸 欸這樣 欸我們逛街買東西其實 對我們是有幫助沒錯 但我覺得要多 多幫助別人 多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覺得這是非常需要 那我們來試試看 來購物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捐款成功 欸我買一個 欸缺貨中 我跟你講要買什麼都缺貨 我怕覺得 對我想說我買一個T恤送他 對我穿一件他穿一件 這個我們店內有版的 喔真的嗎可以直接買對不對 欸好這我 我們買這個 然後我送你好不好 好 好啦 欸我們真的是副紙裝嗎 對不對 哥 對 在這個社會裡面其實有很多面 對 你看我們帶到這邊來其實 欸所有的療癒的過程 這個比任何都還更療癒吧 因為其實這樣也是在逛街 對啊 只是我們買的東西是 對 做的事情是更有意義的 對啊而且我們沒有喜歡狗 你看來這邊喝咖啡 吃吃點心 也很棒 然後看看狗摸摸狗 也很棒 而且他們都很乖喔 對啊然後你來的時候 我們無形中也是 近一點點的心理 對 這樣今天非常謝謝你來 對謝謝謝謝 謝謝你來 體驗我的一天 讓我們知道原來 有錢人的生活也是這麼 樸實無華 且枯燥 其實不會枯燥 我覺得很有意義 對啊帶我去 對還不錯還不錯 來來來來 謝謝你帶我來這個地方玩 欸我真的有在 這是莉莎 這是萌娜 萌娜 萌娜 喔雞捲欸 你要幫我點雞捲 你真的懂欸 喔你喜歡吃雞捲喔 不是 我 你這要怎麼剪 等一下 你這就後製怎麼剪 我先 你這就後製怎麼剪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